在5月1號的時候 曾經來到過華泰明秉城 而這個時間剛好就是連假期間 來到這邊的人潮相當的多 華泰明秉城週末假日 出現不少排隊人潮 更別說是連假 民眾難免擔心 會啦 那現在就是 還好現在這裡都是走戶外的 就比較安全一點 一直都很擔心 但是你沒有辦法 所以我們就要做好自己的防範 針對防疫華泰明秉城發出聲明 在園區各處每日會進行八次的清潔消毒 每週五於必電之後 都會進行大規模全區消毒 也強調各個店鋪皆為獨立空調系統 目前不會暫停營業 燃營機師曾經來到過這一家咖啡廳 不過他坐的並不是室內的區域 而是來到了戶外的座位區 也因此呢 指揮中心判定在這個地方屬於戶外的空間 店家只需要休息一天後就可以復業 五月一號中午十二點到十二點半 按1183也來過中立咖啡廳 店家透露有曾和機師聊天 當時機師還曾說自己接種過疫苗 檢驗也是陰性 沒想到還是確診 五月一號機師最後足跡 就是來到這間拉麵店 衛生局也進行環境消毒 而按1183機師太太按1184足跡公布 去過台北富邦銀行內湖分行 機師時間又更新 調閱監視器後 確認是五月四號早上十點到十一點 提醒民眾來過這幾個地方 出現症狀要儘快就醫 三星期間張維杰貴聰巡經 N小組桃園報道